我选A,B,C,B,答案解析,A,下个月将是你创业的好时机,虽然你的起点不高,身上也没有创业的资金,但是你有才华,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富二代,但是能够成功的很少,原因就是他们身上没有才华,但是你有,你只需要一个机会,或者一个赏识你的人,在事业上来推你一把, 而下个月将会出现几个能够帮助你的贵人,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,你要注意这段时间,谁让你的提升很大,而这个人就是你的贵人,B,你是一个感情上很理性的人,做任何事情前,都会好好考虑一番,虽然这样的你让人觉得靠谱,但是也会觉得有点冷漠,尤其是在感情中, 你的签略人们都会觉得和你在一起不够浪漫,没有新鲜感,时间异常就容易乏背,但是在下月你会遇到一个,让你产生感情冲动的人,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天生淡薄,而是你没遇到那个你真正爱的人,当这个人真正出现时,你将会付出一切, C,下个月你,会有一大笔收入来源,你一直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,每次交给你的任务都可以完成得很好,并且最难的是,你并不是一个急功建立的人,每次都是默默做完,不会像上司搖功,不过你的能力和美德,已经被你的上司看在了眼里,你将会升千或者升心,而且将收到一笔奖励, 你可以拿着这笔钱好好放松一下,犒劳一下辛苦了这么久的自己,D,在下个月,你将会收获一大波的新朋友,你一直带人非常和善,并且非常乐于助人,好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很远,甚至很多陌生人都慕名而来,想要和你结识,当然和气的你是来久不去,这些朋友也会成为你的一大助力, 在你经历苦难的时候来帮助你度过,不过也有一些是冲着利益过来的,你要辨别清楚,好吃有好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